楚大师还懂古玩儿见赏 略知一二而已 如果冯总有需要 我倒是愿意献丑 替你们把把关 我倒要看看 这个被爷爷吹上天的家伙 到底有什么能力 好 那就劳烦楚大师了 都进来吧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风华集团的首席鉴定师 苏先生 他老人家已经在行业深耕五十年 我也是花了重金 才将他请来作证 目光如炬 隐隐有气从眼中透出 确实是个人物 苏先生 就麻烦你介绍一下 这几件古董了 按规矩 在拍卖之前 最终拍品 是不能展示给各位的 不过 既然冯小姐开口了 那我就破例一次 诸位请看 本次拍卖的最终拍品 就是这件 有着三百年历史的青瓷 好东西啊 品箱这么好的青瓷 就连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青瓷虽然带有一丝灵气 但明显是从其他物件上沾染来的 这件青瓷虽然有些价值 可并不是这里最珍贵的古董 年轻人 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眼光 这是老夫挑选出来最好的仓品 其他的远远比不上 这厨艺也太自大了 就算再怎么有能力 也比不上苏先生的经验 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只是 这件青瓷确实并非这里最值钱的物件 狂妄 你要是能挑出来比青瓷更贵重的藏品 老夫就请冯总将它白送给你 这个是你说的 我气绝 找到了 是聚灵碗 上过仙门开启时 万宝松留下的法器 楚先生 看上的就是这件瓷碗 没错 老夫还当你独具慧眼 看来也不过如此 这瓷碗虽然年代古老 但品相一般 又非皇家所用 价值并不高 是啊 楚兄弟 我看也只是个碗 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表面看上去确实如此 但只要注入一点灵力 你看 这 这是 法器 没错 斯登法器单单带在身边 就可延年益寿 不生疾病 居然可以延年益寿 这 这也太厉害了 风总 这位楚大师 确实是高人 我看 不妨就将此物赠予 做个顺水人情 更能结个善缘 这 如果这碗的价值 真的如此之高 就这样送出去 岂不亏大了 风总若是为难 将此物收回便是 楚大师 您稍等片刻 我给爷爷打个电话 丫头 怎么了 爷爷 楚大师在准备拍卖的古董里 发现了一件法器 真的吗 千真万切 可是苏先生跟楚大师打赌 说若是输了 就把此物拱手相赠 结果苏先生真的输了 原来如此 那就按照约定 将此物赠予楚大师 可据楚大师说 这件法器能延年益寿 如此珍贵的东西 您又这么送了 傻孩子 今日若是没有楚大师 慧眼识出 这件东西 还不是被你们当成俗物 钱财乃身外之物 结交高人 才是最重要的 是 我明白了